门口飞来一小群八个 应该有六七只 又飞过来 小飞来我家楼中 把我家这两只饿货放出来 看他会不会跟着那群野八个去 有吃到要不要 都没有夫妻相 出来就想洗澡 一小踩虫 干净没有 哈哈 六呢 六被你吃了 唱歌 今年的八哥马上进入房子期了 有网友问 怎么样挑选一只好的鱿 如果是教说话的话 我建议大家养一只公鸟 因为公鸟的说话能力比母鸟强很多 公鸟它说话声音比母鸟会大很多 还自带磁性的 如果是教说话必须选择一只公鸟 从15到25天大开始养是最好的 这时候的鸟它的抵抗能力已经很强了 没有那么容易生病了 很好饲养 观察小鸟的叫声 要选一只叫声比较响亮的 体型要大的 港门一定要干净 干净的才是健康的 胆子比较大的 放手去它不害怕的那种 比较活泼的 还有眼睛一定要有神的 从上面这几个方面去挑选就可以了 唱歌啊 好吵啊一起叫 挺好 进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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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 汽舞